长实过去的发展历史 长实1972年上市 当时招股价3元 市值大约是1亿2千多亿 42年过去市值增加2800块 至超过3500亿 上市至今地产一直都是长实的主要业务 一口价3000万是太多的 后来证损到100万是合理 我们的股价是一个 小赛来的 77年 当时的地铁公司为中环站和金钟站两个黄金地段的上概物业招标 竞争激烈 长实成功击败包括当时的中环大地主置地等多个发展商成功纵标 为华之地产商的发展揭开新一业 多个老牌大型屋苑包括沙田第一城 北角的城市花园等等长实都有份发展 对香港的算心 考港就不及这个实债去做 79年李嘉诚收购老牌英资公司青州英黎 更加轰动的是从汇丰手上以6亿几 入股曾经陷入财困的和计黄报两成二股权 是第一个入主英资大行的华人 奠定了长和系千亿上市皇国的基础 无线电视记者陈青乐报道